你好,我是方建勋 欢迎跟我一起学习中国书法空识 这一讲,我们要来聊聊书法的书写工具 笔和纸 爱你,应该是文房四宝笔墨纸燕都得说 不过,今天墨墨已经被现成的墨纸替代 燕台也基本成了摆设 多数写字的人更常用的是墨碟和水碟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聊笔和纸 这一讲,我简最实用的几点 所以说 一说到笔和纸 有人可能马上就搬出古人那句话 善书者,不择纸笔 你看,这么明摆着笔和纸不用挑选 怎么都可以用 张旭癫狂起来,头发都能写字 可是,这里有个前提,是善书者 你要已经是善书者了 的确,什么笔,什么纸都能用 不择纸笔的前提 是先要成为一个善书者 善书之前,选对纸和笔 能让人少走很多弯路 到底要怎么选择笔和纸呢 是不是越贵越好 当然不见得 主要是看合不合用 要想知道纸笔合不合用 你先要对它们的性能有个初步了解 笔和纸的性能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型 先说笔 毛笔的笔毫的种类很多 毛笔的笔杆子也有各种 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笔头,也就是笔封 不用在意笔杆是玻璃还是玉或者锦态蓝 那都是次要的 简单的说 毛笔笔毫的性能分为三种 硬毫、柔毫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坚毫 硬毫里常用的是狼毫 软毫里常用的是阳毫 二者调和的是坚毫 怎么洗字 不是光记住分类就行 你还得对硬毫和柔毫写出来的效果心里有数 对比性不熟悉的同学最好打开文稿 对着图片听我讲 我拿了两幅书法的局部给你做对比 一个是南宋书法家张吉之的 另一个是清代何少基的 张吉之的那一幅 棱角分明 笔封很锐利 就是用硬毫写出来的 而何少基那幅笔画远转柔和 转折显得很内敛 是用柔毫写出来的 硬毫显得骨多于肉 柔毫显得肉多于骨 不管是硬毫柔毫还是尖毫 理想的毛笔要有四个基本特性 尖 棋 圆 剑 这四个特性 可以作为你自己买毛笔的评判标准 尖意味着笔封要锯得起来 像圆锥一样 而且锥尖要像针那么尖 棋意味着毫毛要起整 往下自然收拢 不能过于参差错落 圆是笔毫的横截面得是正圆 不能是椭圆形或者排刷形之类 最后是剑 健康的剑 剑就是用手指拨一下笔毫 要感觉有弹性 不管硬毫还是柔毫 前三点尖 棋 圆是一样的 最后一点剑会有程度的不同 狼毫比阳毫弹性大 要剑一些 说完了笔的差别 咱们再说子 子性也可以分为三大类型 生子 熟子和半生半熟子 怎么判断生熟呢 就是看毛笔写上去 阴不阴没 基本不阴的是熟子 阴的厉害的是生子 介于二者之间的就是半生半熟子 当然这里头还有阴末的程度的不同 所以还有三分熟七分熟等等之类的说法 了解了基本性能后 我们再来看看笔和纸的具体使用方法 先给你说个负面的案例 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学了蓝亭旭好几年的书法爱好者 拿了他灵的蓝亭旭给我看 我一看感觉不对劲 原来他拿个阳好笔在白色的生鲜上写 每个字有拳头那么大小 虽然练得很勤奋 但是在生鲜上用阳好凌王羲之蓝亭旭 就跟王羲之的笔法几乎不沾边了 这不叫练书法 只是把蓝亭旭的文章抄了一遍又一遍而已 从这个故事你就可以知道笔和纸如果不匹配 书法学习是很难深入的 灵贴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 后来的学习者先备好跟圆贴性能相近的工具材料 学的时候才容易上手 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咱们就不得不追一追历史了 纵览整个书法发展的历史 毛笔的使用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时段 清代碑派书法兴起之前 书家写字主要是以郎豪为代表的印豪 以及偏印的坚豪 到清代碑派书法兴起之后 开始使用杨豪为代表的柔豪 以及偏柔的坚豪 中国人很早就能制作很精致的印豪笔了 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引湾出土过一款稀罕的毛笔 这支笔特别的小巧玲珑 笔豪不足两厘米 同时出土的一片简毒的毒 写了密密麻麻的银头小字隶书 每个字大小大概在2到3毫米 这一方面说明用笔娴熟 技法高超 另一方面也说明做的笔好 笔不行写不了这么小的字 这样的毛笔属于印豪笔风很锐利 到了东晋时代 王毅志能写出那么精致的笔法也就很自然了 至少在狼好笔的制作工艺上是有技术保障的 在清代碑学兴起以前 中国书法都是以写小字为主的 大字很少 王毅志的南亭旭 原作的字 其实就跟你的大拇指指甲盖差不多 还有智勇的真草千字文 唐代赫之章的草书孝金 宋代米符的切宗贴 元代的赵木甫行书赤壁妇 朱语明行书龟田妇 都是二王一脉下来的书家 他们用的笔 也都是我刚才说的狼豪小笔 二王一脉笔法很精致 你要是一上来就拿个大笔 或者拿个洋豪 就很难学到精微之处 相反 只要买一根品质烧好点的小狼豪 就可以练起来了 当然 内行推荐的超高品质的狼豪笔 如果价格也可以接受 那就更好不过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拿着一支豪笔 确实可以进步快一些 二王这一脉书法 除了笔要配套 还有纸也要配套 像上面提到的这些书法家的作品 他们所用纸张 制作工艺和色泽各有不同 但是共同的一点是 纸性基本偏俗 你要是用生鲜去领 就不得法 有的书法爱好者跟我说 等练得好一点了 我就用宣纸写 我会跟他说 你可能不了解 王羲之和王献之都没见过宣纸 所以你要是主攻二王一路的小字 大可不必用宣纸 尤其是生鲜 那用什么纸合适呢 其实 靖唐人喜欢用硬黄纸 一种类似今天的牛皮信红纸 米符这常用竹纸 纸性总体偏熟 就是不怎么阴默的那种 比如米符的珊瑚帖 我们要是用今天的 蝉翼毛边纸去领 就挺合适的 蝉翼毛边纸也是竹纸的一种 网店里都能收得到 这种纸和二王一脉的用纸 在纸性上是比较接近的 很适合写小字 而纸性偏深的纸 是直到明代中期以后 才逐渐用于书法创作的 它主要是用来写大字 比如 陈纯的草书长卷 生子的性能 真正发扬光大 是在清代碑派书法手里 例如 碑学名家何少基 吴昌硕等人 就很擅长在深宣上书写 这些碑派书法家 追求金石碑克 斑驳残破的岁月感 笔触往往是苍茫的 瑟瑟的 像二王那样太光洁完整 反而出不来效果 而且碑派书法以大字居多 相配套的 就得拿大洋好笔来写 清代碑学书法大潮 一直影响到了今天 所以学习碑派一路 上来用深宣 用柔好 纸笔就是匹配的 但是如果你心里装着二王 装着书黄米菜 手里还用深宣和洋好 就没法写出精致的笔法了 顺便说一句 铁学和碑学 是两个不同的书法审美体系 二王铁学的审美 追求的是 玉一样的纯粹干净 而碑学审美体系 点化线条的理想 是万岁枯藤的 苍劲的质感 你看 写书法用什么笔和纸 不能孤立的看 它是由审美理想决定的 追求什么样的审美效果 就得去找性能相匹配的纸和笔 对于初学者 我的建议是 可以用手工毛编纸或元书纸 这种纸几乎是万能纸 写什么都行 即便你以后办展览 或者投稿国家级大展 也一样可以 而毛笔 就要看你是学碑 还是学帖 做出不同应对了 等到一个人技法掌握熟练了 就可以不择执笔 活学活用了 比如 你可以用尖毫大笔 去放大写 二王一脉的行书 草书 也可以用大笔写小字 或者小笔写大字 还可以杨毫写熟纸 完全可以反其道而用之 成了善书者 材料对人的束缚就很小了 这个时候工具只是个媒介 审美才是首先要关注的 我自己也很喜欢尝试 突破纸和笔的限制 比如有一次 临袭龙门照相提记 我用了尖毫 和一刀宣纸的外包装纸 那也是一种宣纸 而且我先把纸揉成一团 然后展开摊屏再写 就是为了表现 范本的那种 斑驳迷离的朦胧感 我还写过一幅 无边光景 为了能体现 点画线条的墨色层次 特地用了能表现 水墨阴感的生鲜 这两幅作品 我也放在文稿去了 你可以看看 它们呈现的不同效果 咱们小结一下 笔和纸各有性能 笔大体可以分为 硬毫 柔毫和尖毫三种 纸大体分为生 熟 以及半生 半熟三种 清代碑学兴起之前 主要用硬毫小笔 匹配偏熟纸 清代碑学兴起之后 主要用柔毫大笔 匹配偏生纸 选择笔和纸 是由审美决定的 初学者我推荐原书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